白头偕老的秘诀 爱的感动与冷战中的感恩 爱情是一场长久的旅程 需要携手前行 共同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 所谓白头到老 并非有着什么高深的秘诀 而是在相爱时 我们懂得在心底存留下一些感动 而在冷战时 学会懂得感恩 在相爱的时刻 我们常常被那些美好的瞬间 深深打动 或许是意外的温馨举动 又或是一番深情的表白 都让我们的心灵荡漾出涟漪 这些感动就像是一颗颗珍珠 串联成了一条 在岁月中闪烁的项链 当我们在相爱时懂得记录 珍惜这些感动 就像是在爱的基石上 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为未来的日子埋下了爱的种子 然而 长时间的相处 难免会遇到风雨飘摇的时刻 冷战或许是逃不过的一环 而在这时 感恩就成了维系感情的良药 懂得在冷战的时候 感恩对方的好 感恩对方的包容和耐心 感恩曾经的美好时光 因为感恩 我们会更珍惜眼前拥有的一切 学习放下一些小节 不让琐事干扰到 本应美好的爱情 相爱时的感动和冷战中的感恩 如同爱情中的甘铃 润泽了我们的心 当我们懂得感动来滋养爱情 以感恩来温暖心房 那么我们就能够携手走过 岁月的长河 白头偕老 终究 白头到老的秘诀并不复杂 只要在相爱时存下点感动 在冷战时懂一些感恩 这或许就是一场幸福的旅程 所需的简单而深刻的智慧 希望每一对相爱的人 都能在爱的彼岸 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密码 走向白手不相离的美好未来 结语 在爱情的旅程上 感动与感恩交织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记录住我们相濡以沫的点点滴滴 无论是初遇时的甜蜜 或是冷战中的坚守 这些经历都如同情剑上的音符 奏响了一曲关于白头偕老的动人旋律 让我们懂得在相爱时收藏感动 让心灵荡漾 在冷战时懂得感恩 让心怀感激 这是一个不断学习成长的过程 也是一个心与心的默契交流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以坚定的信念 持久的感动和深沉的感恩 走过岁月长河 携手摆手 共度美好的人生 在这白头偕老的旅途上 让我们共同书写属于自己的幸福传奇 继续用爱浇灌着那颗百年不倒的爱情之术